幕提供 哈喽 你好吗 这个礼拜是long weekend 所以我們決定要去一個特別的地方煮一碗 已經期待超級久了 其實它應該算是一個連鎖的小木屋 它在波士頓、紐約附近還有很多地方都有 現在就準備要去小木附近的一個超市 先去買菜 之後菜到小木 然後要自己煮晚餐 今天天氣超級好的 昨天晚上還下大雪 一個晚上就是積雪了 可能有20公分吧 哇好險,今天是好天氣 那就先這樣等回見 Ryan Little 我們買了義大利麵的材料 還有水果 還有明天早餐 我們大概再過半個小時就可以到小木屋的地方 這次要住的地方叫Get Away 像我們這次在網路上訂房間一開始是沒有地址的 然後後來大概在一個禮拜之前才會收到一個有地址的確認信件 然後在入住當天才會收到簡訊說你的小木屋是哪一間 然後他這邊的小木屋的名字都蠻特別的 他說那些房子的名字是用一個員工的Family的Name去命名 我們今天要住的小木屋名字就叫Clarence 在小木屋的入住時間是下午3點 然後大概是在下午1點的時候他會發簡訊告訴你那個小木屋的密碼所的號碼 也就是說他這邊完全沒有人工check in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是用簡訊聯絡你 然後好像如果有什麼問題還是怎樣的話也是打電話聯絡才會有人幫忙處理 總之他就是一個有點神秘兮兮的小木屋 我們到了 後面咧? 找到了 找到了嗎? Clarence 耶!我們到了 大大的落地窗 太美了 那我來仔細帶大家看一下到底有什麼東西 他有非常多的餐盤 還有刀具 鍋具 也都很完整 這是泡咖啡的嗎?還是煮水的 有爐台 然後水龍頭 好像這個水就直接可以喝了 這裡 還有一堆什麼茶包 咖啡 煮義大利麵的醬料 罐頭什麼的 只是這些是要錢的 然後這邊 裡面其實有一點東西 一些備品 還有垃圾桶 然後餐巾紙 真的是什麼東西都有耶 還有個冰箱 冰箱裡面空空的 然後旁邊有一些 也是餐具 然後應該是一些 鹽嗎? 黑胡椒 然後奶精 橄欖油 它是用這種分包裝的橄欖油 很衛生耶 然後這種鹽也是 就是轉出來的 不太會有衛生上的疑慮 很不錯 然後這個是音響 然後上面還有書 好可愛喔 然後 然後這個 它有一個 修工 Lockbox 可以把 手機 鎖在裡面 來這裡 叫 Gataway 就是想要人家 逃離 紛紛擾擾 來這個地方 那來看一下廁所 廁所就很簡單的 一個馬桶 然後毛巾 然後淋浴間 在這裡 還是這種 懸掛式的臉噴頭 洗髮精 洗身體的 還有潤髮露 就很基本的東西 該有的都有 不過好像是沒有那個 吹風機 所以要自己帶 那這個就是我們 今天晚上要住的房間了 我來帶大家看一圈 我們的小木屋外觀 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 Clarins 是我們房間的名字 這樣就是整個 小木屋的外觀 然後旁邊都是 樹 森林的感覺 這邊有座椅 可以生活 在這邊的BBQ啊 房間有那個烤棉花糖 這裡有木炭 跟木材 不知道這種天氣 在外面生活 好像有點太辛苦了 來 帶大家走到另一側 看我們的小木屋 這是從背面看我們的小木屋 這就是房間裡面的樣子 是不是真的超級美的 好喜歡喔 但是我的腳 走在雪裡 已經 越來越沒有知覺了 好 趕快 回屋子裡 請問你的茶泡好了沒 還沒 鏡頭起屋了 外面真的超冷的 不過有看到好多人在散步 好霧喔 擦一擦 天色已經越來越暗了 我們現在決定趁天黑之前再來散個步 然後我們帶了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這是房間裡面的電的油燈 超可愛的 超級美麗的 遇到有人生火 感覺很溫暖的樣子 現在這附近都有那種 溫暖的燒木材的味道 這裡超級無敵安靜的 不知不覺講話也不敢太大聲 它是我的嚮導 這本超級可愛的 裡面就是介紹 訂房的基本資料 這個是明信片 這是夏天的時候 跟現在看到的樣子完全不一樣 這一面是地圖 另一面是36種 getaway的方法 然後還有 圈圈叉叉迷宮 然後 找單字 然後它這裡也有撲克牌 我覺得這張真的超可愛的 然後現在 已經 在煮飯了 然後 叫做 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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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啦 它送入奶油鸡肉液蛋麵 我們剛才打開這個 這叫什麼 s'mores 給我們烤棉花糖的 它裡面有一個棉花糖 餅乾 巧克力 因為我們懶得吃外面生活素 打算用那個LIDA來烤棉花糖 究竟會不會成功呢 太近了 哪會 它還沒有 它會要焦焦的顏色才行 燒起來了 沒有這樣太遠了 燒焦欸 為什麼會起火啊 欸真的欸 這太近了啊 套回答 真的有嗎 哈哈哈 我們的棉花糖剛才 火燒棉花糖 變得有點慘 換一個人嘗試 換一個方法 看會不會成功 有 有 有 沒有啊 有 有啊 Q 有老爹 Q Q Q 好難喔 好笑喔 我們把那個剛才燒焦的部分 火燒棉花糖燒焦的部分拿掉 好 來吃吃吃看 有啦 不夠 不夠 不過裡面還沒有軟掉 哈哈 但是外面已經有一點點那個脆脆的感覺 好難喔 如果整個化掉夾在這個餅乾裡面應該超好吃的 好吃 好 也不能睡太晚 那就先在這邊和大家說晚安 明天見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要來吃早餐了 我們的早餐是昨天在超市買的 三明治 不想走 這次住在Gateaway 真的超級喜歡的 雖然房間小小的不大 但是該有的都有 有廚房啊 床啊 然後床也蠻舒服的 外面就是一片森林 冬天就都是雪 一片雪白 非常的夢幻 看了心情就很好 住一天好像真的有點太短了 好像沒做什麼事情 就已經要退房了 掰掰 早上起來 外面光超級好的 然後超冷 有看到煙嗎 超美的 後面就是一整片的森林 不過早上沒看到鹿和熊 只有看到鳥 好捨不得走啊 剛才在戶外再拍了一陣子的照片 現在真的要回家了 要跟這個漂亮的小木屋說再見 不過我們已經約好夏天還要再來一次 那就真的要跟他說再見了 掰掰 這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決定用 有關 地面 雲 是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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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